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可能在兩三個月之前 我們還在講羅馬歷史的時候 當時也有參考一個歷史學家 即是塔西陀 他曾經在他的著作中 評論過一個羅馬的皇帝 他叫做加爾巴 他在他的《塔西陀歷史》中 他曾經評論加爾巴 他說一旦皇帝成為民眾憎恨的對象 他所做的好事和壞事 都會同樣令到其他人對他反感 後來他的評論 引申成了一個管理學的詞彙 廣泛應用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心理層面 這個現象就叫做塔西陀陷阱 我先說回整件事 古羅馬的皇帝叫做尼陸 尼陸你也知道這傢伙很瘋 又火燒皇宮 又羅賓等等 這個這麼瘋的皇帝 尼陸死後 下一任繼任的皇帝就是加爾巴 加爾巴作為羅馬帝國的第六皇帝 按道理 經過元老院的承認 他是繼承了羅馬帝國的皇帝位置 其實因為上一個皇帝是尼陸 對比一個這麼瘋的皇帝 你怎麼做或隨便做些事 你都可以明誰千古 別人都會稱讚你 而且他結束了黑奴敵皇朝的統治 按道理應該是大家都很歡呼著弱才對 但是他在未穩定局勢的情況下 他推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 他僅僅在位七個月就被人堆壞了 而在他遇刺的這一年 羅馬竟然出現了四個皇帝 所以這一年也被稱為四帝之年 我們一起看看他做了些什麼 在他就位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西班牙和高努行省這些城市 還在想著 哎呀死定了 究竟要不要效忠他呢 要不要宣誓呢 人家都沒想好 他就急著要向這些城市收稅了 而且還要收苛捐集稅 而且還把那裡的首長 和他們的老婆子女 全部都殺光了 哎呀不好意思 你要到第四殿的地獄那裡 接受是屢代的審判 等你不交稅 不交稅我送你一程 好了 你不單止殺人 他殺了你老婆子女 好了 這是他第一件做的事 好了 很多先前 那些人呢 效忠於尼陸的一些正式的士兵 或者是部隊 加爾巴 全部都逼他們 做回取守 那當這些人 向新皇帝求情的時候 加爾巴 首先是派部隊去驅散他們 而且呢 還用當時羅馬軍隊裡面 對待一些大規模的半軍 又或者是林鎮逃脫的部隊 而做的一種很強大的懲罰手段 那就是叫做十一抽殺律 那這個所謂十一抽殺律的方式是什麼呢 那就是全體的這些暴障 就要分成每十個人一組 去抽籤 那抽一個人來處死 那怎樣死呢 那通常是用石頭來扔死他 又或者是用棍棒來打死他 你想想 對待一些 上一個皇帝剩下的衛隊 你用鬼搞到這麼嚴重嗎 又要人家自相殘殺又成這樣 好了 這是他第二件做的偉大事業 好了 第三件事他做了什麼呢 那他就遣散了 擔任皇帝衛隊的那些日二萬部隊 那而且呢 是沒有賠錢給別人的 就是你不斷以遣散費也好 不行 沒有 麻煩你拉回你們的故土裡 那第四件事是什麼呢 第四件事就是 其實以前每一個羅馬皇帝 他登基都是一個習慣的 那就是會向所有軍團的士兵 發放一些金銀財寶的 哎呀你們換了身皇帝啦 大家以後禮禮事事 和和氣氣 拿去喝茶 拿去喝茶 但加爾巴就是不走尋常路 他就說我不派呀 吹呀 我沒有錢啦 我不給 好啦 你說這些都是跟那些官員 士兵有關而已 那加爾巴呢 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 還要大力去整肅 尼陸的親近的人員 你是不是長期餵奶給尼陸喝呀 不好意思 你要死 你是不是餵粒提子給尼陸吃呀 不好意思 你也要死 然後他為了去補充 當時已經千瘡百孔的國富 因為尼陸已經實在花太多錢了 他有空沒事 他會派錢給尼陸 又或者是戀鬼的賞賜別人呀 或者是不斷建議 那加爾巴說不行 尼陸發放的所有賞賜都要收回 我弄你的兒子 你給了別人的東西還要拿回來 不是吧 哎呀 你們的獎金啊 全部都不算數啊 我要收回 還有你們前幾年的獎金 麻煩都退回來 沒錯 就是你啊 前幾年 尼陸是不是加了你人工啊 不好意思啊 你吐出來啊 我們沒有加過不算數 其實不只做了這些事情 總之做了很多 令到當時的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人都被他得罪魂 所以 加爾巴他不單止沒有平息到混亂的局勢 反而令到更加之多的人 更加之多的階層不滿 哎呀 最近加爾巴 都不知道是不是良心發現 竟然到處派錢 唉 我們窮到連內褲都買不起 皇上竟然派錢給我們 其實他都幾好啊 哎呀 肯定啊 是他這傢伙良心發現啊 聽說啊 他變態啊 以前啊 常常偷阿婆底褲啊 現在他良心發現啊 先到處派給人 塞住你的嘴巴而已 你以為他真的那麼好心嗎 你不要那麼天真啊 那麼容易被他騙到 啊 你又說得有道理啊 這傢伙怎麼那麼好死啊 搞這些事情想領落民心啊 以為這樣我們就不生氣啊 生氣他一輩子啊 生氣他一千九百年啊 那麼 由於加爾巴在以前 根本就沒看過星球大戰 他也不懂得最後沒事 所以他最後死了 所以塔西陀 他就評論這件事 他就說 當一個領袖 或者是一個團體 一間公司的老闆也好 甚至乎可能你 只不過是一個部門的主管 當你失去了公信力的時候 即使你再講真話 人家都會覺得你在講大話 就算你真的在做一件好事 或者你再做好事 人家都覺得你別有用心的 又或者覺得你背地裡 其實在密謀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塔西陀陷阱 慢慢就去到不同的領域 都會有應用 其實心理學 政治學 又或者是社會學 都會使用到這個概念 亦都是很多的智庫 他們都會經常提及的一個理論 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公司的領導 你經常講大話 又或者你曾經講過大話 你去跟你的員工 說了一些你連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 即是俗稱假大空 慢慢你就會失去你的員工的信任 當你以後做的行為 無論是好還是壞 都會被人質疑 又或者說說更加生活化一點 就有兩夫妻 我們經常有句話 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如果丈夫曾經出過鬼的話 就算可能過了十年二十年 那個太太都依然會耿耿於懷 就算她的丈夫再沒有出過鬼 但是有幾個鐘她沒有回覆電話 又或者被老婆見到她 跟另一個女人站在一起 可能就是很正常地聊聊天 或者是剛巧撞不到 那個太太可能都會懷疑她 都會覺得她是再次出鬼的 這個太太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再真正信任這個先生 同樣地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你曾經說了一個謊話 去騙你的團隊的成員 就算以後這個老闆再說真話 大家都會暗地裡去討論 都會覺得她別有用心 其實信任這件事 是任何一種關係裡面 最珍貴 也是最重要的東西 當大家對你失去信任的時候 任何的一種關係都難以繼續 而且這一種關係 可能是沒有辦法再調解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信任這件事 可能給你的能力更加重要 你會見到很多的職業經理人 如果她曾經收受過這個賄賂 又或者曾經在她的事業上面 有這個污點 其實她以後在這個行業裡面 都沒有辦法再蠟燭的 我以前在企業工作的時候 曾經遇過一個這樣的老闆 以前我也覺得她很厲害 我也很欣賞她 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最後她走了 而事後當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業的時候 她也曾經找人問我要不要加入她新的公司 當然我真的很感恩她還記得我 也很感謝她這麼看得起我 但我沒有答應到 不是說因為我自己有多厲害 我覺得我自己有多好 兩個原因 一個是我已經不希望再在一個企業裡面做事 我希望有我自己的事業 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我是不會跟一個誠信有問題的人去做事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誠信比利益更加重要 人格比金錢更加重要 一段關係如果失去了信任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已經再沒有那種發展下去的必要 一個團隊裡面如果 這些成員之間已經不再互相信任 那麼大家也都沒有辦法再合作 一個公司的領袖如果失去了大家的信任 其實還在大家心裡面那條刺 永遠都是拔不走的 所以一個很負責任的領袖 你是需要很用心去建立自己的誠信 甚至乎你要建立你整個團隊的誠信 如果不是你這個團隊一定會出事 所謂的誠信其實就是你的言和行要合一 你的表和女都要如一 你不要口口聲聲說 哎呀我最清廉的了 但是暗地裡你是收受利益 一個人他有幾大幾多的誠信 其實決定了其他人對他有幾多的尊重和信任 所以如果有人曾經跟你說過大話的話 又或者很明目張膽地說的一些 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大話的話 這些人絕對不可以相信 你亦都不應該親近 除非你明知他在說大話 你又甘心繼續幫他掩飾這個大話 那我只可以說 你和他是孝婆如雀之粉下 你們一拍即合 我知道每個人都會犯錯 可能曾經我們都有虛偽的時候 但當你的影響力更加大 當你可以影響的東西更加多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自己的誠信 其實誠信這件事很吊詭的 當你答應了別人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到 其實在你的心裡 亦都會種下一顆內疚的種子 而這一顆內疚的種子 只不過有些人可能很認真地感受到 而有些人可能就埋得太深 令到自己都忘記了 但最終這一顆仇恨的種子 又或者這一顆內疚的種子 總有一天它會捐出泥土 然後反誓於你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做事的時候 心安理得的話 你都會更加喜歡你自己 而不用日夜地擔心 你會給這些仇恨的種子 給這些內疚的種子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反過來咬你一口 都是那句 做一個人吧